对 如果孩子没有出现这个意外 您会考虑这问题吗 不会 什么都不会 我们家孩子走的时候没有闭眼 他不放心我们 我们那口子呀 在孩子活着的时候 病重的时候 跟我们那孩子聊过 说的你放心 我会对你妈好的 我就想 你就这么对我好啊 你知道吗 养老问题提到日程上 而且您知道吗 我们那房子那个屋啊 就是我们孩子一个礼堂 所以我一到那屋我走不出去 我走不出去 我永远走不出去 我一到那屋我走不出来 孩子的相片 你看看我们孩子 这是我们孩子 很漂亮 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 对 太可惜了 没事你先缓缓 没关系 您可以放 可以放成孤独来 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 我这有点失态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对不起 没关系 谢谢 您完全可以在这个现场 把您这几年来心里边的一些压抑 在这得以释放 她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俩人以后 好好地过后完成 如果我要是走到那屋 我看见我们家孩子一向 我真的走不出来 你知道吗 我不想让我们家孩子在天之灵 在被我操心了 所以我就想把这房子卖了 换一个环境 但是我偷来的时候 我们那口子就说 说你放心吧 说我会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你 他给了我这么一句 所以我还挺欣慰的 天上今天实际上没来 对 因为他也是为难 如果要这个问题解决完了以后 我就想走出来 90年原来家里居住的那个房子被拆迁了 那拆迁当时的话 谁的户口在那个房子上面 有他爷爷奶奶 有我们三口子 有他大爷三口子 一共八口人 然后拆迁了以后 就是得到了两套 两套 对 一个两居室 一个一居室 就是最早的拆迁协议都看不太清楚了 安置人 就是八口人 八人 这不是都写着呢吗 八口人是谁是谁 他爷爷他奶奶 然后他大爷 他那大爷的孩子爱人 完了还底下是我们三个人的 这不是一居一套 还有一个两居 对吧 然后你们这个是在这个两居是吗 其他的人 没有 就是没有他姐姐他妹妹什么 都没在那点 那等于大百和他的女儿就住在了那个一居 对吧 住在了一居 完了之后 人家大嫂子的单位 然后解决房子 把这一居交了以后 给了一个两居 而且已经写在人家女儿的名下 所以等于这个两居就剩下了公共婆婆加你们两个四个人 对对对对 2003年的时候用的谁的功龄呢 那肯定是用的他爷爷他奶奶的功龄 因为毕竟他爷爷他奶奶都活着呢 用了两个人的功龄 对对对 对于买房的时候 家里边的家庭成员有没有达成一个协议 把这个事情约定清楚 因为过去吧 那个房子还不值钱呢 所以说呢 就没有什么 还写一个协议呀什么的 什么都没有 就是说 你们给买下来吧 我们今天两边跟你们争 好 买吧 就是这样 没有协议 这口头上就让我们给买 我们就买了 你在购买房屋的时候 你的真实本意 是借父母的名字给自己购买 对 还是为了尽孝帮父母购买 就是我自己购买 因为他说的是让我们买 所以呢 我就 你说的这个特是谁 他妹妹呢 找到我 代表他母亲 说你们还不把这房子给买下来 用他爷爷奶奶公龄便宜 我们姐儿俩人跟你们争 就是让我们买下来 这个我听到了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代表母亲来 没有代表父亲呢 因为那时候他奶奶做主啊 父亲知道这个事吗 父亲知道啊 都知道 你找你的公公婆婆 何时过这个事吗 就是我公公婆婆 跟我还这么说呢 说的这个房子是你们买的 然后你们给我养老送宫 将来以后这房子是你们的 我得给两姑娘存点钱 要不然的话怎么会 我们花钱养着 完了连那个看病 都得是我们花钱 我们伺候着 你要是说会说的不会听的 否则的话凭什么给他们金啊 去存钱 你能明确一下 父母的态度是生前就归你 从买房那一刻就归你们 只是挂他们的名 对 还是说百年之后再归你们 他说的是 就是说房子是你们买的 归你们 那你说我不知道怎么界定 约定好什么时间过户了吗 没有 我们是怎么想的呀 让老人住着踏实 老人还活着呢 你就去给过户 你们怎么着 你们现在就想 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就没有想这个过户 对方承认这个钱是你们交的吗 承认 对方承认 因为我有录音 一开始想不承认了 后来我有录音 为了让律师更好地了解 当时的情况 马女士向我们提供了 她与大姑姐小姑子 进行商讨时的录音资料 你刚才说80也好 说90也好 我刚才不会说 80 90 100 说咱们都好说 那你们 那我让我说80 你们说说 你们再说说 你要不同意 你再说一说 他说帮我买房也好 是怎么着 他没听说 你叙述这个过程呢 我也跟大姐说 我们这个 咱们说你没拿钱 我没拿钱 这个钱肯定出于 他们两口子 我始终考虑 你跟我哥 你现在还是 不要说离婚不离婚 就是两口子 是吧 咱们处理事 我们也都认可了 你说是这个房钱 三万也好 是墓地三万六也好 完了呢 这个条也都记载了 咱也都 我们也都认可了 所以最后说 贡献来说 这是大姐还是 这是妹妹 你刚才有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赞同你 过去 钱不值钱 这个房子也不值钱 因为这个房 不管怎能够多 要不我帮你 他也是了 你讲的这些 我们都认可了 如果不是说 买座这个房 工人买座 现在我们俩 你记住了 不会上那来 跟我哥跟您 来做点谈一事 因为我们没有赐责了 就因为现在我们确实捡漏了 现在受的这个 我们捡漏了 对 所以我们捡漏 因为我们形式老太太 孩子我们借名买的房 但是呢 快说回来了 咱们就是互相贴上了 而且还有一家人 就在02年的时候 咱们这个思维也没有这么些 因为那时候没那么贵 对 房钱没那么贵 所以可不说你就说 嗨 我们家俩人对你们争 叫哥你们到时候 把房子买下来 因为那时候没多少钱 确实的就是 因为房子涨钱了 你允许 允许让你等会儿 对吧 因为你们认可我呢 我也认可你呢 对吧 就是这个家做 他送一件就完了 他承认了 第一个你们出了钱了 他们也说现在反悔的原因 是因为房屋增值了 心里不平衡 这个我也听到了 但是重要的我想问的是 你刚才陈述的 你买房屋的时候 和父母是有约定的 他们是代表父母过来传话 是父母的意思 你们私底下谈的这些话 父母知情不知情 认可不认可 因为是他母亲 让他跟我去 我知道这句话 你说了好几遍了 我想说你有什么证据吗 录音里能听出来吗 录音里面是没有对吧 反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花钱就是 用父亲花钱买的房 买的墓地什么 他们都承认 你比如说你在 你给对方问话 你说你这个观点 是不是代表父母说的 当时父母让你们通知我的 父母也是这个意思 他说是 这就这事就解决了吗 但是谁就是说也没有 咱们也不是律师 也不懂 就觉得你们是吧 认了这个事了 对认了这个事了 那就是 没忘父母那想 我们买的房 对就这么想的 现在是所有的录音听不出来 父亲母亲知不知道 而是你们在商量 问题的观点在于 你这个约定是否有效 因为用的父母的功领 父母是承租人 父母的房产兄弟 怎么几个人就约定了 你买吧 买了以后我没放弃 父母都还不知道这事呢 父母知道的 而且不单父母知道 我相信父母知道 我知道你知道 我知道你说的也是实话 现在是有没有相关的证据 你比如说对方承认的录音 证人证言 类似上这样的证据 那我再问你一个客观事实 房产证谁拿着的 在我们这 你们一直拿着房产证 对 购房协议谁拿着的 协议也在我们这 你们一直拿着 对 是一直拿着 还是父母去世之后 你们拿着 父母在世的时候谁拿着 父母在世的时候 就搁到我们的大一位里 那个代表谁控制这个房产本 那当然那个时候 是老母亲了 那个房屋的装修是谁装修的 没有装修 一直都没有装修 兄弟姊妹和父母之间 你们整个家庭成员约定过吗 说谁对老母亲 尽主要善养一物 多照顾老母亲 多出钱 多出力 老人去世之后 老人的遗产我们不争 有这种约定吗 母亲也是这个意见 你们买的房 然后你们呢 给我养老送中 将来以后 这房子呢 就是你们的 而且已经执行了一半了 老人的遗嘱 在他15年走的时候 他那个钱 就被他妹妹一执 有遗嘱是吗 不是 就口头遗嘱 已经你的口头遗嘱 已经执行了一半了 因为他那个钱 已经拿走了 所以说呢 如果要不是房子给我们 那你们的钱 已经执行了一半了 我想问一下 既然是口头遗嘱 现场都有谁在 单独跟我说过 跟我们那个口子也说过 包括我们孩子在那 都说过 有其他人吗 我的意思是 因为什么呀 过去呀 我们的心里 都没有那么多想法 说是当着老人 你再说说 你的遗嘱 遗愿 没有 都是老太太 主动跟我们说 确定说过是吧 说过呀 在录音里能体现出来吗 录音里有吗 这个话可能还真没有 录音里肯定没有 老人在生前 要求其他两个闺女 尽善养衣物了吗 找他们要过钱吗 从来没有要过 过年过节的 给一点 那么老人为什么 理直气壮的 让你们多承担 善养衣物 好几个子女 大家轮流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老人会 那么理直气壮 因为老人就觉得 我们花钱买了这个房 然后就 就是我们的 所以说你就应该养我 那个当时 当时有这个约定的时候 你的那个 就是大老白子 当时在乎什么 早就不在了 大哥91年走了 还没住上那房呢 就走了 就走了 对 我们不知道他就 大哥有孩子吗 有啊 有一孩子 咱现在谈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谈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是什么意见 他呢就说那叔婶 你们觉得要是有我的 比如说专家什么 有我的 我就拿着 你们要说没有我的 我也不要 因为他们也是跟着一块 分过来的平米数 比我们还大呢 那个 如果这个房屋 你要给对方折价款 你这个钱怎么来 我是想就是卖了房以后 那个大家伙呢 该给谁多少 给谁多少 这也是你想卖房子 解决这些麻烦的一个原因 对 而且我呢 一开始呢 就说想让他们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一沟通 我们再让一点就行了 但是人家不来 卖房屋的这个事情 你丈夫同意吗 她当然不同意 她那意思呢 就是说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她老说以后再说 对呀 你丈夫明确告诉你了 即便房屋是你们的 她也不想卖 你怎么办 我的意思呢 就是我做她的思想工作 目前这个房屋谁使用的 我们一直我们使用的 婆婆15年去世 你们仍然住在这个房屋里 对吗 对对对对对对 那大姑姐二姑姐 对这个房屋主张过权力了吗 他们想强行住到你们房屋里 没有 现在是想起诉了 就是说赶紧地解决 就没有别的 就是自己解决不了了 因为首先一点 我们得交每年的 媒活费钱 然后牵扯到 这个汽车得四证 现在我们缺了一证 将来以后就没有地停车 很多方面 所以说 你卖了房屋就有地乘车了 那我们就是找一个 有停车地的呀 六环 对吗 你这个观点 准备拿着钱到六环去解决 就是将来养老 你的丈夫同意吗 同意 你丈夫明确同意 不是她说以后 她没说现在 问题是这样的 你把这个房屋解决完了 解决的前提是 必须两个顾奶奶份额 大幅度地让 我们得让 你之所以说让 是因为你认为 这个财产本来就应该是你们的了 你自始终就认为 这是你们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买的 所以说 他们又一开始承诺了 不跟我们争 所以我就觉得 老人又有口头余主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我也没说不给他们 所以说 你第一个争议的焦点 就是在于这个房屋 应该让他们对手承诺 这个房屋就归你们 这是一个份额的问题 第二个争议点 你得到了这个份额 你必须得把房屋卖了它 那么你的丈夫又卡在这 他同意不同意 所以说你的问题是一连环的 不同意 那我只能就被迫地离婚了 我也得要我的份额 我没办法 大姐你听我说完 当你说出这句话 后果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没想后果 你说出这句话就是 当我的份额确定了 我丈夫不给我配合 我就拿我的份额 我就走人 你知道这个后果就是 两个姑奶奶明确 毛头就针对你 第一我们份额 绝对不多给你 给了你就成了 有你的一半了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 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重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羊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 全家的健康 生命中的 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 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重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羊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 全家的健康 中医传承 匠心优远 高真糖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措 育后防复 以仁义方 辨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方先效 熬至厚烦 医人心 高真糖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其实我们想保护你的利益 首先我们第一个想到是借名买房 但是这个方案现在肯定是不成立的 理由是 第一 你并没有明确说这个房本自始终 你在控制 实际上老人在世的时候老人在控制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不符合借名买房的一个形式要件 就是当我 以别人的名义买房 这个房本正常是一定是我自己拿着 因为我们在一块住的 所以我不敢肯定会掉 我知道 我知道 因为你现在在你层下 人家对方会说是因为父母去世了 你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拿在你的手里 不代表一开始就拿在你的手里 所以说这得都是一个问题 可是再次 他奶奶是交给我们那口子的 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 你的公公婆婆和你们有这个约定 哎呀 用我们的公邻你们买房吧 房屋归你们 这个证据你需要找证人证言 或者给对方搞录音 让对方都承认 这才有可能 否则的话 法院很难认定 你知道对你最不利的 你知道是什么吧 最不利的是你在录音里都明确说 两个姑奶奶说的是 百年之后我们不争 这句话就相当于承认 生前这就是老人的财产 他不是说百年之后 他没说百年之后不争 又改成了一直就不争 就是买房 让我买房的时候 说我们姐俩没人给你争 不是说百年之后 他的本意是想说 生前就不给争 还是百年之后不争 没有 你现在给我解释 他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你放心 我们姐俩没人给你们争 因为那时候钱不值钱 就说不是不值钱 房子还不值钱 你说的很对 我知道他不想争 他是指的生前 老人生前就不给你争 还是老人百年之后不给你争 对 人没说 就说我们姐俩没人给你们争 你猜猜他是什么意思 生前就不争 还是百年之后不争 我的意思是 我是怎么理解 你猜一下 这个房子你们买了 我们姐俩没人给你们争 你能不能猜一下 其实现在我猜不了了 如果你自己都猜不了 你怎么就认定 一定是生前就给你了呢 那首先一点 因为他爷爷俩都活着呢 他怎么可能 我在录音里面听到一段话 你说房子现在升值了 我们肯定有想法 建民买房是指的 老人生前这个房产证 就得过户到我的名下 对 所以说呢 那你告诉我 如果你要坚持建民买房 你要给法官解释 为什么老人在世的时候 你不让老人给你配合到 过户到你名下 你反倒说老人在世的时候 我不能过户 就是口头遗嘱 所以说咱们 这是不是不是建民买房了 说了半天 就我们律师在推断 一步一步推断证据 就现有的证据 我们能发生什么 所以说建民买房 这个基本上就要pass了 基本上就不成立 第二个我帮你想的 有个法律规定 北京高院关机审理 继承纠纷 若干一难问题第十六条 明确规定 生前放弃老人的继承权 就是被继承人生前 我放弃他的财产继承权 是否有效 答案是无效 但是有一条是有效的 那就是 如果这个放弃 适合整个财产的分割 和老人的赡养 有密切的关联性 那么这个放弃就有效 你看你这个案子 如果说你能举证证明 我们出钱帮老人买房 我们独自照顾老人 你们就不用照顾了 老人的其他存款 都归你们 如果你能形成一个证据链 而且你实际上也是这么履行的 那么他们这个放弃就是有效的 因为法律规定 子女有平等的 赡养老人的责任 但是并没有说 有你单独赡养老人的责任 也没有说 你单独出钱替老人 买这个房屋的责任 这可不是法定的责任 这是你们约定的责任 你之所以愿意 独自照顾老人这么多年 愿意替老人花钱 孝敬老人 替老人买房屋 就是因为他们承诺了 哥哥 弟弟 你放心 这个财产我们不争 你就替我们该做的做了吧 该出钱的出钱 该出力的出力 这是你们约定的责任 你这个证据有可能能取得到 你这个录音的 它实际就承认类似的形式了 对 唯一没说的就是 你要对老人多照顾 现在缺这一点 就直接替女士问一下 就是他们照顾父母的证据 可以怎么拿 周围人的作证 什么医院的 街坊邻居的都可以 对吧 证人证言 给老人买的东西 医院的病例 病例 对吧 给老人买东西的证明 带老人出去玩的 老人的钱都攒下来给别人 都是你们花钱的 吃喝拉撒 包括给老人做饭 所有的这些都能证明 关键是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 你们照顾老人 是大家约定好的 缺的是这句话 你明白了吗 是你们约定好的 你照顾老家吧 将来财产归你 如果你能举出这个证据来 依据我刚才说的法条 这个官司 法院也会认定他们 放弃继承权 这个突破口是对你最有利的 那么 如果你这个突破口 证据都不充分 那么那就真的是遗产了 又没有遗嘱 那就真的是按法定继承了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养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重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羊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养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重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羊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促 育后防腹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 方现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您分配的过程当中 这个房子成租人不是您 但是你们是共同居住人 对 那么大家重新获得了新的这个工房 那么除了成租人有租赁使用的权利以外 你们也有共同居住的这个权利 但在这里边你们一定不是家庭共有财产 不能按照家庭共有财产就进行分割 按照人口分配的这也不算做一个你的份额吗 对 按照人口分配的话呢 您并没有取得相应的产权 这刚才我也讲了 这块您能理解吧 那么在这个03年的时候 是吧 进行了房改 房改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 相当于你们通过购买的方式 然后获得了这个产权 但这里边要注意购买人是谁 您认为实际购买人是您 对吧 但是呢 但因为这里边您是实际上采用了 这种公灵购房的方式 它结合了这个职工的这个公灵 它有特殊的这种身份属性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不能仅以出资来判断这个房屋权属 这里边要特别给您介绍一个法律规定 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3 第12条 这个法条呢 实际上是规定的是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 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 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 离婚时 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 对房屋进行分割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你们仅基于你们是实际出资人 然后要求确认 用父母名义购买的这个公房 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话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那可是我这个是用父亲的钱买的 这算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吗 您您父亲的钱首先来讲 这个可能要确认一下这个钱的来源问题啊 因为他的拆迁 就是姊妹几个人都有协议的 协议是让我爸买房 剩下钱了大家伙分 但是我父亲这一给那给的 没买了房 还没给人家分呢 后来那天我问我二哥 我说像这个 他说妹妹 我跟你这么说吧 至于我们为什么不管你要 是因为你赡养了父母了 咱们的协议我们就不给你要了 说如果你把咱爸爸的钱给他们家了 是不是有我们的权利 我们就应该去争取那个我们的权利啊 就这个三万块钱的性质 理论上来讲 是为您父亲对你们夫妻的一种赠予 所以这个出资问题 即使您有证据能够证明 在司法实践当中 往往也会作为债权去处理 而不能仅依据出资 来确认您是房屋的实际产权人 份额的问题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认为 实际上有四个继承人 一个是您的账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大姐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妹妹吧 因为大哥去世呢 他比较早 所以他儿子呢 在法律上来讲 他是可以代位继承 从理论的角度上来讲 可能这个遗产会被分成四份 当然就是说 您和您的爱人 对老人尽到的这个赡养义务 是最多的 甚至说是主要的赡养义务 所以即使在法庭继承的情况之下呢 你们也可以就充分去举证 对老人所尽到的这种赡养义务 来主张获得更多的这个份额 你要告诉法官 我尽了主要赡养义务 体现了以下几条 第一 老人的购房款是我们进销买的 也是姑奶奶让我们这么买的 第二 老人和我们共同生活 共同生活期间 我们劳务上照顾的多 也是进了主要的赡养义务 第三 老人的收入存着 都让你们控制你们拿了 老人的吃喝拉撒的钱 绝大多数钱都是我这边在供养 这三大块 足以说明你们进了主要的赡养义务 那均等的话是25% 那么你们进了主要赡养义务 那么至少要翻一翻 拿到50% 这是至少的 这才是公平的 另外一个 你们对这个房屋的来源 至少其中有一间房屋 是考虑到你们小家庭 三口人得到的这个 否则只能拿一居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多得遗产份额的 一个协商的理由 不是法院判决的理由 我说协商的理由 你们可以至少 就此可以多得10%的份额 从这个角度 你们距离力争要60% 那么你愿意拿出40%来给对方 恰恰和我们给你拿的结论 是问题不太大的 我们希望你能往好处争取 我们给你的最终的建议就是 给对方好好地协商 我理解两个猪奶奶 你知道为什么理解吧 他们心疼她的弟弟 怎么不心疼呢 心疼她弟弟或哥哥 他们担心这个财产被你骗走了 他们担心这个房屋卖了 他的哥哥居无定所 您自己有想法了吗 打算 我现在就是说什么呢 只要是我还是问他们 回去以后我问我爱人 让他去跟他们俩商量 对吗 咱们自己如果能商量了 对吧 看看他们的份额是多少 我们的份额是多少 自己只要能商量下来就OK了 暂时你还想卖房吗 现在不想卖了 因为什么呢 商量下来以后 那就是要卖房等以后的事了 那就不是现在的事了 我为什么说不想打官司 因为我说了 我要把打官司的钱 给你们好不好呢 对吗 要是打了官司 就成了敌对的毛病了 你打完了 我不服 我再打 我再不服 这样的话没完没了 您这个想法我特别认同 其实我们中国老百姓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 一家人有血脉关系 还是讲究亲情为主 协商为重 我把我老伴保住了 我们老两口还是恩爱 能够相依为命 白头偕老 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 这个结果不是您最希望看到的吗 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 好的 我呢 你想跟老伴说两句话 这位大哥虽然今天没有来 场上边律师都解释清楚了 大姐也明确表态了 他这个事是能放下的 他不会往心里去 但是我也给您一个小提醒 听大姐说了 由于孩子的离世 您很难过 至今呢 还在家里边呢 摆着一个小灵堂 让大姐呢 总总是触景生情 心情我们理解 但是生活我们还要重新开始 我们不能永远地沉浸在这种悲痛当中 您跟大姐的心厚的日子还长着呢 对女儿的怀念我们有多种方式 但最好能够跟咱们的大姐 高高兴兴地携手并进 您说特别好 我真的给您一个赞 我就是这么想的 您真的说得我心里面了 我就愿意让他跟我一心一意地 过好后半生就好了 因为我没有别人了 我没有别人了